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55面 忍六 穆连观义事 我想我们在修学指观言通的时候 要注意两个言则 所谓的开方便门是真实相 首先你要找一个方便门 你要有一个法门来安你的心 这个就每一个人不一样 比方说 你看有些人他的方便门就是拜佛 你要他持咒 他也持不好 你要他念佛他很难设心 但是他一拜佛他心就静下来 这个就是你的方便门 有些人他念佛可以念得很好 但是拜佛他会觉得很早动 拜佛就拜少一点 无所谓 所以你刚开始你一定要去找你过去的方便门 这个方便门不是一生养成的 我经常讲过 我们不能够否定过去 你不可能跟过去切割的 因为今生的你 从为世受勋的角度是由 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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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过去的你的心习 才有现在的你 你从什么地方来 太远的地方我们不讲 从近处来说 你是从过去而来 你没有昨天怎么有今天 你是从昨天而来 你昨天是怎么来 昨天从前天而来 就是这个佛法讲 生命是一个水流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过去当中相应的法门 你看有些人他拜佛也不相应 持咒也不相应 他一坐下来 整个身心世界当下寂静 这个就是你的方便门 你要找到你过去身 很熟悉的那个门 你走起来 事半功倍 这点非常重要 那么找到方便门以后 接下来 不是就完了 你要事真实相 在方便门当中 开显真实的道理 就是你要有这种观照智慧 你看我们前面讲的尊者 有些尊者是完全注意自己的呼吸 有些人是整天讲经 有些人是整天持戒 方便是不同的 但是最后回光缓照的时候 都是正念真乳的时候 从事项的音言 能够回归到不生不灭的本性 所以这关键点就是你要能够回光缓照 最后的结果都是你要问一句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 当你在注意呼吸的时候 你要问呼吸 你从什么地方来 当你念佛的时候 你要问你自己 佛号从什么地方来 当你持戒的时候 你要问你自己 为什么我能够持戒 持戒是谁 你为什么可以持戒呢 为什么桌子不能持戒呢 当你讲经的时候 你要问你自己 讲经者是谁 所以整个弄人间的方向 就是你要回光缓照 你就有希望开显真实相 那你要是心外求乏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 第一个 你要找到你过去一身相应的方便门 你很熟悉的 你跟他一接触 你的心马上安定下来 第二个 找到方便门以后 你问他一句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 为什么我可以持戒 为什么我可以讲经 为什么我可以练佛 那么你往那个方向找进去 你就能够找到我们众生本具 诸佛所证的所谓的不胜灭性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整个菩萨道的安住处 好 我们看忍六的目念观意识 这个目见仁尊者呢 他是依止能观的智慧来观察 第六意识 这个词的功能 看经文 那么这段是说明了 目见仁尊者出家的音言 目见仁翻成中文叫采俗士 那么这个因为采俗士在佛地史当中很多 所以加一个大 就简别其他的音言 那目见仁尊者就顶礼佛祖 他说我在没有出家之前 我是修学凡治外道 这当中有一天在路中起食的时候 遇到了三家社 这三家社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了 就是优罗平罗家社 茄爷家社跟纳提家社 这个地方前面我们说过 有些地方是说是 摄底佛尊者遇到了马圣比丘 马圣比丘为摄底佛尊者 先说如来的音言的教法 诸法从严生 诸法从严灭 我佛大沙门常说如是说 所以一切法是从音言生而音言灭 从这个地方而误入了无常变化 无我的道理 那么这个目见仁尊者 听到这个音言的生意以后 就发心了 这个发心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 他花旗的我空的智慧之心 那么摄底佛尊者 把这个音言的教法 回去转述给目见仁尊者的时候 目见仁尊者一听到以后 就正得了出国了 获得三界的见惑了 所以可以说是花旗的我空智慧之心 第二个 花旗的出家修道之心 他这个时候就正式的希望能够出家 所以因为这样的花心 对于身心世界就无所障碍得到了大通达 这个是讲到他从外道转入佛法的一个音言 看他第二段 他出家以后是怎么修学 看第二段 这段是讲到目前人尊者出家以后的状态 那么他的出家的剃度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家如来是恩惠以我 使令我是加沙 着身 虚法之落 我们一般佛头灭度以后的出家 就是白事结谋 得戒体 那么佛在世的时候 有两种得戒体 一种是三规 在佛陀面前受三规一 有得戒体 但是另外一个是特别的 就是这个人善根特别深厚 遇到佛陀 佛陀只讲一句话 就讲善来比丘 讲这四个字而已 那么佛陀看到这个人善根特别深厚 只讲善来比丘 这个人马上 加沙自然披生 西法自然脱落 都不用剃度 马上献出比丘相 那穆迁人尊者就是属于这一类 叫善来比丘 非常少有的 那么他等于是善根深厚 所以他是属于善来比丘 所以加沙浊身 西法自落的 那么他出家以后果然 不负众望 在七日当中就证得阿罗汉果 那么证得阿罗汉果以后 他的一个特色 就是这个穆迁人尊者 他那个第六意识那个分别心特别的强 这个建文秀长 节肢那个肢的功能特别强 我们看 他正在阿罗汉果以后 那个第六意识心 一直这个易生生 遨游十方世界 得五乖 这个地方讲到他的神族通的变化 他能够来气自柔 小中变大 大中变小 所以他在神通的整个花明当中 是最为第一的 而因为这样的因素而成就阿罗汉 那么不单只是释迦如来 如此的称探 说我是神通道理之一 可以说十方诸佛都称赞我的神通 是祭祖四种功德 第一个 我的神通是圆明的 我能够偏游十方承办佛事 他在整个空间上没有障碍 第二个 清静 一注静言 他是沉点不染 他在显现神通的时候 对神通的法 不会产生染着 第三个是在 他任命视线 无有障碍 他要视线什么 他心里想什么 往往都能够心想事成 没有任何的障碍 无畏 那么他调伏谋外的时候 心中无所畏惧 所以他这个神通力 他的记住这四种功德 而得到释迦如来 跟十方如来的赞叹 看最后一段 佛问言通我已闲战 心光花现 如尘着流 九尘清印 四位地 那么 佛都问我这个言通法门 我主要是闲战 就是闲战的旋 就是旋转 旋转这一念分别心 而为延战常住的心性 这是我们讲 转分别心 而为不生灭之性 那么心光花现 以心中的智慧之光明 整个显花先流 而成就神通的妙用 讲一个批语说 比方说我要去清净一个污浊的水流 那么慢慢慢慢的 时间久了以后 就把这个污浊的水流 把它转成清净光明的水 四位地 目见人尊者的特色是神通 他整个方便门就神通 当然 神通是一个音言法 他当然要问自己一句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 为什么我有神通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从浅处来说 为什么有神通 在一切事理论上说有两个音言 第一个 你的恋力要强 所以神通往往是要有禅定 这个人赚助力特别强 第二个 你要有点想象力 你比方说 他那个有禅定 不一定有神通 有禅定 你还得要修神通 你要观想说 在禅定的心中 你要观想 你看到这个墙壁 你就观想这个墙壁 始如梦如幻的 我一定可以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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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果然走过去 他要带一点想象 所以你看 在这个经典里面提到一个公案说 这个龙 有一个龙王 他被那个大鳳镜尸丸要攻击他 大鳳镜尸鸟 整个翅膀展开 要吃这个龙王的时候 那个时候旁边很多阿龙王看到 根本措手不及 只有墨建人尊者 马上 他显出神通 变成一个锅盖式的一个光明像 把他抱 把他盖住 把这个龙王给盖住 就是说你不是禅定而已 你那个心的想象力要特别的灵巧 特别的丰富 你在那个紧急情况 都能够想出一个 保护的一个光明像出来 然后墨建人尊者他还在过去阴眼当中 他那个第六意识 他的练力特别强 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巧妙 所以他显得神通 记住了严明清净自在无畏 是种功德 得到十方诸仰的赞叹 那么他在神通当中慢慢慢慢的 能够会视入理 观察这个神通的阴眼当下 极空极甲极重 而恢复到一天心性 最后成就眼通 是这个意思 那么前面是讲到六根六成六四 十八戒 我们从这个心事开始 观其大 讲到地水火风空根事 讲到其大 这当中有七段 一火头观火大 二池地观地大 三夜光观水大 四流离光观风大 五虚空掌观空大 六弥勒观石大 七四字观根大 我们看第一个 火头观火大 这个经文就清楚 看经文 乌处射魔 乌处射魔以如来前 合掌顶礼 佛子双足耳白 佛言 我常献意 久眼结浅 信多贪欲 这个讲到他过去的一个因缘 乌处射魔 这个是一个比丘的名称 那么乌处射魔 欢城中 叫火头 他是佛教的一个金刚护法神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在如然的面前 他是顶礼佛主 而白佛言 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 前面的尊者都是先坐着 然后再站起来 禀告佛头 那么这个因为护法神 他是不能坐的 身为护法神 他是站在佛头的旁边 所以他就直接的合掌顶礼 没有起立的这个动作 那么他白告佛头说 说我经常 虽然我现在成就圣道了 甚至已经成佛了 在后面经文会讲到 其实他已经成佛了 他只是 可以说是称现在来 所以我现在经常回忆 我过去在九眼前前 我还是个凡夫的时候 我这个人的习性 就是信多贪欲 对男女的贪欲 这一部分特别的严重 这是他的习性 先讲出他过去的习性 再看第二段 那么后来呢 有一尊佛出使 这尊佛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 叫做空王佛 这个空王佛在法华经有提到 就是释迦如来跟阿难尊者 是同时在空王佛所 花福的心 修学大圣佛法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习出圣谋比丘 也不可思议 他跟释迦如来 阿难尊者当时都是同学的 那么空王佛呢 这个时候观察习出圣谋 这个比丘的特性 他就跟他说 多迎人乘门火 说一个人淫义心很重 经常生起淫义的烦恼 这有什么过失呢 这是一种门火的过失 门火的过失就是说 你在阴地的时候起贪意 叫做烦恼火 死了以后变成夜立之火 夜立之火 夜立之火会有什么过失呢 破坏我们的善根 那么伤害我们的波罗命的功德 所有人淫的功德呢 都因为这个夜立之火 而得到破坏 这个地方先讲 淫义心的过失 第二讲到对峙的方法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空王佛就叫我 你要把心静下来 那么你应该怎么去观察呢 这个开方便门 是真实相 你的方便门是什么呢 观察你的身体的状态 说啊 说啊 这个淫义是个火 这个火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是从百孩四肢而来 百孩就是我们身体的 全身的骨骼 四肢指的是双手双足 我们这个身体是地水火轰 四大 那么你这个地水风都不关 就关火大就好 这个我们身体有温度嘛 助冷暖气 观想这个冷暖之气的变化 怎么关呢 你观察你异心还没有升起的时候 身心非常的寂静 非常的清凉 但是你淫义一新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身心热闹啊 乃至于辗转真胜啊 就变成烦恼火 就变成一种猛火炬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观察 就问他说 这个淫义的火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不要 被这个镜所转 你不要跟着它走 当这个烦恼火起来的时候 你静下来回观缓照 问他一句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时候呢 神光内灵 那么他以前 烦恼火一起来的时候 就跟着烦恼火 就跟他走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回观缓照了 那么慢慢慢慢的 内心向内安住 向内拟据 那么不断的观照呢 就能够把这个淫义的烦恼火 就转成智慧之火 我们说是 破妄显真 把这个淫义之火的象状 而回归到一心的真如 由一心的真如 再成就智慧之光 所以从事以后 诸佛就号召我为火头 因为他在阴地的时候 就观察火大 而成就严通的 叫火头 就是火法的金刚护法 下一段 我以火光三昧力固 成阿罗汉 心化大愿 诸佛成道 我为力士 亲福摩愿 所以我在阴地的时候呢 修火光三昧 就是我了 专心地观察我身体的火大 包括我的头部 我的脊椎骨 我的两手两脚 等等的骨头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温度的变化呢 那么这温度的变化 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那么这样子的回光缓照呢 就赠得了 从鸡门来说 赠得我空的真如 然后赠得我空真如以后呢 心花大愿 这个时候敢带佛陀的教诲的生恩 所以诸佛视线成道的时候呢 我都发现要成为金刚力士 来护持正华 护持修行者 来调伏天魔 乃至于种种燕青寨主的障碍 这个是讲到他的一个 赐利利他的功德 看最后一段 佛问言通 我以地观身心软促无碍流通 诸若即萧生道保艳 灯无伤觉 十位第一 这个地方讲到他的本门 那么佛陀问我言通法门呢 我是以如实的观察 我整个身心世界呢 这个火大的升起跟变化 你看 火大本来是没有 突然间有 又突然间没有 那么这个火大到底是 从什么地方而来 又从什么地方而去 他从什么地方来 去的时候又到哪里去了 从这个地方关进去呢 那么成就这个无碍流通 无碍呢 就是说他不再为异火之所障碍 流通呢 就是他知道整个 暖处之性呢 其实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 如来藏没有在那里信 其实 我们的温暖的火大 只就是一念的心性的望动 而希望显现 当我们回光缓照的时候 它也就自然消失 它只就是一个 因言和合 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 希望弥灭的一个假象而已 它就是一念心望动的假象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观照呢 而回归到一心真主的时候呢 猪肉消灭 一切的烦恼都消灭 生起广大的智慧光明 而成就无上不体 是为敌 所以这个乌初圣谋比丘 它也是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视线的一个比丘 视线的金刚神 那名经的法门呢 它就是一个转 转 转因言之法 而回到不生不灭的本性 这个转字是很重要 你看我们大正佛法 有人说 修行大正佛很像打太极钱 它就是把你的力量转成 把你的力量转到外面的力量去 这就是一个转字 所以我们古德说 调心之道 犹如调水 你看治水 你看这个大于治水 那个水啊 力量那么大 你要去抗拒它 你就完了 你说我的烦恼很重 我用佛号跟你拼了 最后两败俱伤 你怎么骗得过它呢 它是五死结累积来的能量 你这个佛号才练了两三年 它是你的熟境界 你佛号是深处境界 你用佛号来抵抗它 你怎么是它的对手呢 就像你看黄河患难的时候 你做这个提堂 再大的提堂 全部被冲坏 不能抗拒的 你这个烦恼来的时候 你就是转世承治 回官婉照 你从什么地方而来 我刚刚本来没有烦恼的 现在有了 那么一下子烦恼又没有了 那烦恼又到哪里去了 慢慢慢慢你会体会 原来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原来我的一念心性 本来没有烦恼 这个很重要 达望本空 你一个人 你要进步得快 你要完全地相信 你是本来没有烦恼的 你说我本来就有烦恼 那就完了 你本来就有烦恼 那你就不能改变了 所以我们才是一再强调 要站在没有烦恼的角度来调伏烦恼 这个大乘的思考模式 所以你现在学大乘佛法 你要去 说我这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这个火大 污出射魔比丘 他因地是怎么思考问题 为什么他就能够把这个烦恼超越过去 现在我们去学他们的思考模式 他的观照的方法 我再讲一次 我们在调伏烦恼的时候 要站在一个 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来调伏烦恼 为什么有烦恼 只就是一个因言和合 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 希望明灭 所以这个烦恼是 来无所从无 气无所止 它本来就没有实体的东西 我们在畅悔业障 也是这个道理 是你一定要相信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我本来是没有业障 只就是一念的妄动 而因言和合而有的 我现在一念的畅悔 自然是可以消灭 所以这个烦恼 烦恼业障 只就是一念的 因言和合的假象 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一个大乘佛法的思考模式 我们看忍恶的 慈地观地大 看经文 慈地菩萨 即从做起 顶礼佛主 而百佛言 我念往昔 普光如来 出现一世 我为比丘 尝一一切 要入金口 甜地 贤爱 有不如法 黄笋车马 我借平田 或坐桥梁 或赴沙徒 如是勤苦 今无量佛 出现一世 慈地菩萨 这个慈地这两句话 这两个字 有两层意思 从外在的事项 他因地是平整大地 使令这个大地平整 所以叫慈地 生成的意思 从理官来说 他对一切 阴轻的众生 内心平等 所以这个慈地 指的是心地 一个是大地 一个是心地 这两层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从众位起来 顶礼佛主 而百佛言 讲他的过去的因言 他说 我意念在过去的因言当中 有一尊 普光如来 出现一世 这个普光如来 就是我们这个 五十三佛的第一尊佛 那么那个时候 我出家 做一个 修苦恨的比丘 那么这个比丘 这个慈地比丘 修苦恨是怎么修的 往下看就知道 所以我这个 身为比丘 我的修行方法 只有一个 就是经常在一切的 药路经口 他不是在佛堂修学 他是在药路 跟经口的地方修学 药路呢 就是众人往来的地方 人很多的地方 经口呢 就是这个 水路交通的 必经的药道 就是车马很多的地方 那么我经常跑到 这个人很多 车子很多的地方呢 干什么呢 这个地方 假设是在这个土地 有危险 很狭隘 有这个不如法 有不如道路之法 那么这个不如法的道路 有什么过失呢 会防损车马 会防害车子 会伤害到马 那么我只要遇到 这样的一个处所呢 我就用这个土啊 泥土把它做一个平田的工作 也就是说 比较高的地方 我把它移走 比较低的地方 我把它填满 那么假设 遇到有河流的地方 走不过去呢 我就在中间呢 做一个桥梁 或者是用这个沙土啊 把这个坑洞把它填平 让大家能够 形成一个道路 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经过以上的勤苦呢 在当中经过无量佛的出事呢 我都是做平地之行 而没有退转这个道行 就讲到这个池地比丘啊 他出家以后的休闲的方法 这个就是他的方便门 再往下看 或有众生 以环馈处要人请悟 我先为情 自其所义 放物其行 不起其职 皮色扶佛 现在是时 是多饥荒 我为妇人 无问眼镜 为其一前 或有车牛 被淤泥腻 我有神力 为其推轮 拔其苦恼 前面讲平地 这个地方讲到一个肩带的休学 那或者有一些力量 比较薄弱的众生 比方小孩子 或女众 那么我呢 就到这个环馈处 这个环馈处 人很热闹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经常是做买卖 那么假设这个 有人需要去拿东西 要搬东西的时候 我就一先把这个东西 搬到他所要到达的处所 然后放下物品 就当下离开 完全不收任何的费用 这个就是他 前面是讲 他是 所言尽是土地 这个地方 肩带的 他的所言尽是人 为人来搬东西 这个地方有一种 以波斯来广绝善业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这当中有一点阴言的变化了 看下一段 皮色福佛现在是死 这个皮色福佛 对慈地比丘的影响相当的大 这个皮色福佛 就是庄元节的第一千尊佛 释迦佛是第四尊 它是庄元节的第一千尊佛 那么这尊佛出世的时候 整个世界是四朵饥荒 当时五股欠收 那么我是作为一个 呵护物品的人 我是替人家搬东西的 那么不管是掩饰镜 我搬完东西只收一钱 为什么收一钱呢 因为当时饥荒 我本来是不收钱的 但是饥荒 这起始困难 所以为了维持生计 就勉强收一钱 那么这当中 或者有马车牛车 被陷在污泥当中 我以我的广大的神力 我的力量很大 因为过去生的福德招感 你看他多生多绝 都是为了人家搬东西 或者整理土地 所以他福德大 地量也特别大 我就为他推这个车轮 来拔除众生心中的苦恼 到这个地方 他主要是在修学福德的阴眼 福德的阴眼 再往下看 使国道往言佛设斋 我亦而使平地待佛 皮色如来 摩顶为我 当平心地 则世界地 一切皆平 这个地方 指着他这个 斯利比丘的内心 的世界有点变化 那么在当时的国家 有一个大王 因为种种的喜事 就严请佛陀来 设立很多的供灾的阴眼 这个时候 我是平地待佛 我把这个佛陀 所要经过的地方 我就一先把这个 不平的地方 把它填平 等待佛陀的经过 这个时候 皮色如来 带着比丘经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皮色佛陀 皮色如来 就停下来 然后摸我的头顶 就安慰我 说 你啊 当平心地 则世界地 一切皆平 我们说一下 斯利比丘的心 基本上 都是向外攀岩 这个是可以理解 刚开始 心都是向外面的阴眼去活动 从这个地方来 激光雷德 但是这个皮色如来 点他一下说 你要回光环照 你整天面对大地 高高低低 你要去想 你从什么地方来 为什么这个山会高高低低呢 你虽然把它填平 那是一种枝末的修学 你要想说 那么这个大地 怎么会就高低呢 那么这个高高低低的差别 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 那么这个地方 它想 哦 原来我们的心 本来就高高低低 本来就不平等 我们的心是种对立的 善恶的对立 染尽的对立 生命的对立 增减的对立 所以造成的世界 就是不平等 所以说 你应该 你啊 你整天的 整这个外面的土地 你倒不如要 把内在的心地把它平整 那么这一点 对这个 实地比丘 产生很大的启示 我们往下看就知道 我即以兴开 见身围城 依照世界 所有围城等无差别 围城自信 不相触摸 乃至刀兵 一无所处 我以法性 勿无生人 成阿罗汉 那么这句话 对这个实地比丘的 启示太大 我即以兴开 我悟到了 以作万法 其实 只就是我一念心性的 妄动 因言合合 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 希望明明 所谓的一切唯心造 所以这个时候 他体验到 我设身里面的 四大围城 跟创造外在世界的围城 是完全没有差别 外面的土地 跟我设身里面的四大 是完全一样 所以内外围城的 这种自信 当下就是如来藏 妙真伦信 彼此不互相抵触的 乃至于刀兵 也伤害不到我 因为刀兵也是一个围城 我的身体也是围城 围城跟围城本质 都是如来藏 妙真伦信 所以我对于法性 而悟到无生法人 我慢慢体会到 这个地大之性 当下就如来藏 妙真伦信 而悟到无生之理 在鸡门当中成就阿罗汉国 所以他这个 也可以说善根深厚 得到皮色如来 一点以后 马上结醒 再往下看 回心进入菩萨位中 闻诸如来 先妙莲花 佛子见地 我先证明 而为上手 这个地方是讲他的一个 立他的花园 那么前面讲到 正阿罗汉国 这个地方讲到回小向大 而进入大乘菩萨当中 那么如果有听闻如来 在先说妙莲花的 开示误入佛的 知见的法门 我就一先到佛的处所 来做一个上手的地址 来帮助佛陀 显扬这个严顿法门 这个妙莲花 前面有说过 这是本经的法门 是世民妙莲花 金刚王宝诀 妙莲花呢 简单地说 就是开显 这个不生不灭的 这个一佛称的法门 以不生命为本修音的 一佛称的法门 就是妙莲花 因为 因为这个一佛称的思想 它不破坏阴言的假象 即逝贤礼 不是小称 一定要把四项消灭了 才能够显现我空的真理 它是 四项在 你只要观察它 如梦如幻 因言所生法 只就是一个 如梦如幻的假象 它的本性 当下就如来这种妙真伦性 你根本不用破坏它 它是出污泥而不染 这叫妙莲花 我们看最后一段 佛问言通 我以帝光 身界二臣等无差别 本如来这种希望花臣 承消自言 承无上到四位低 那么如今佛陀问我言通法门 我在阴地是如实的观察 我内在的地大 色身的地大 跟外在世界的地大 这两种地大是 等无差别 完全是一念的心性 的妄动 因言和合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希望灭灭 所以它的本质 一一 本就是如来藏妙真伦性 只是一个众生 随其因言业力的妄动 随顺众生的业力 而显现差别的一种假象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回光 反照正念真伦 这个假象自然消灭 智慧自然圆满 而成就无上菩提 这是思维第一 观察地大 和会是入理 震得 如来藏妙真伦性 思维第一 智慧大师 把大乘的修行 分成两部分 他说我们刚开始叫研修 大概 十两位的菩萨 都是假借四项的因言在修学 你看 实地菩萨就是很清楚 他刚开始就是 起一念的善念 看到这个土地不平整 把他平整 有人需要帮忙拿东西 他就拿东西 那么从四项当中 慢慢慢慢的 七公里的 培养善念 最后遇到的皮色浮佛 他还是点他 真理啊 不要老是向外攀岩 学福报当然对 但是你要解脱啊 你这个要开始回观还照 解脱是要向内观照 你要观察 这个土地高下 是从什么地方来 要回观还照 所以解脱是靠智慧 慢慢回观还照 最后 最后 整个 啪 四项的因言破坏了 破忘险症 找到他的 清静的本来面目 后来正的沿通 这个叫做延修 所以 这要是说 先延修 再真修 再真修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修学啊 一开始是要一直善念 一定是 借因言来培养善念 那么慢慢慢慢善念 再回观还照 就转成正念 还是观照 观照到一段时间 真正相应以后 进入无念 这个时候心真啊 轰轰荡荡 寥寥分明 无有扫法可得 那么依止无念的心 再重新出法 那个是我们讲 称性己修了 所以 先从善念修起 先从善念而进入正念 由正念再进入无念 一般是这样的次第的 先要有四项 才有这个礼观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个地方 下一堂课 请大家把这个下册的 讲义带过来 我们下册 下一堂课用到 向下文长 不再来日 回向 我们下册 hör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